鋼筋是表示關注的 據資料顯示 地盤在4月底有一批20噸的鋼筋送底 按程序需要檢測合格之後才使用 但當地盤的工程師去巡查時間 就發現其中有些鋼筋分判箱已經用在建築裏面 立即停止使用 防協也要責令總承建箱和分判箱 對於用了有問題的鋼筋的建築部分 要拆除處理 這種情況出現其實並不多見 因為在香港建築工程方面 其實已經經過多年建立了很健全的制度 所有的物料都需要有清楚的來源證 不同的物料就會有不同的測試的需要 鋼筋水泥當然是相當重要的關鍵部件 因此這方面的整個過程是需要嚴格遵守的 所以如果在地盤裏面出現了使用未經檢驗合格的鋼筋 其實這種情況是很少見 究竟是在程序上出錯 如果有人刻意採用不合格的物料 我相信後者的機會是不大的 因為我相信總承建商、分包商都很清楚 使用了不合格的鋼筋帶來嚴重的後果 其實我相信都不會有刻意去做 所以在過程裏面 究竟是為何會在程序上出錯呢 這個應該是要徹查 我很相信作為業主方的防協 對這個事件是要嚴正去處理 總承建商當然也負起了相當的責任 分包商也是雜無旁貸 我亦都相信事後的補救工作 都要認真去進行 但最重要的是從管理上重新檢視 一個是既定的程序 為何都會犯錯 這是需要認真去檢討的 既然有既定的程序都有 會出錯的時間 你覺得所有的責任都會落起 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最大的程序 我覺得其實是 在相關的各方面的工作人員 都要按個程序去進行 今次在過程裏面 亦都由地盤工程師發覺 有人用了不合格的鋼筋 其實這也是反正 這方面的監管制度還是存在的 當然我們絕對不希望有問題出錯 然後就要去拆除去補救 應該要做到的就是零錯誤 無論在工程的質素方面 就與工程的安全方面 各樣都要做到不犯錯 各樣都要做到 跟著標準達標 這個當然是所有參與的 無論是總承建商 分包商 就以致各級的專業人員 以地盤員工 都應該要做到這方面的要求 會不會說 現在的程序上 有不足的地方 是國家有什麼事 其實 程序上 一般都已經很標準化 譬如說 運到長的物料 哪些是經過檢定 哪些未檢定 也都有清楚的標識 究竟今次 在標識上面出錯 以至有人拿錯了 甚至沒有 真的有人為了趕時間 而是 以為這些鋼筋一般都沒有事 這個不同的情況 都可能是存在 我想 我沒有詳細的資料 就不想在這裏 隨便用個人的猜測 去講個問題 那個成因是怎樣 我就很相信 防協在這方面 是會做一個嚴正的督促 而這個工程相關的 各方面的持份者 和專業人士 也都會做一個認真的檢討 我相信 遲些 防協都應該 會有一些調查出來的結果 是讓公眾知識的 最重要 就是從中吸取教訓 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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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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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the chance of someone deliberately not following the procedures probably is not high in this case because all the stakeholders know the serious consequence of not using the proper structural steel materials but what actually has happened on the site and what caused the use of unqualified materials I think the clients of course will instruct the main contractor and the subcontractor to carry out follow investigation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the result of such investigation 如果有一个初步的解释 就是说我们的宗水也有没有意见的一些国家 其实这个解释是否合不合理 以及就是相关的这次的接资的成果图 是需要经过的测试 有些测试是供应商那边做 有些测试是要来到地盘抽研 是按不同的物料而决定的 但是如果是要跳程序 产生出来的严重的后果 我相信无论是分判商和总成件商都明白的 所以这次究竟是什么是出错 就应该是要有一个严正的检视 不过我就以一个专业的工程师的角度去看 就其实刻意去采用不合格的物料 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就比较少见的 因为就任何人都知道是带来的严重的后果 那会不会是由于赶工而是拿错了物料 或者因为赶工就想着这些物料 测试到应该会合格的这样的情况 我也都不敢去很武断地说 那是有待各方就这件事件做一个详细的调查 就从中吸取教训 黄契有没有说这些要跟随着 或者可能是一些折衡不再用的这个实际 其实香港特别是在建筑行业方面 其实都已经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 对于出错的承建商 无论是在质量方面出错 或者是工业安全方面出错 其实是都有一些的机制 那这些机制是确保 是大家都是按既定的程序去做 那至于是在房协这个合约里面 是对这方面出问题的程序是怎么样呢 当然要定合约的国方就会清楚一些 但是一般对于出事的 犯了严重错误的承建商 其实的确是会影响了日后投标的资格 当然它改正也是有证明是如何防止出错的话 就不等于它将来也不可能是从事类似的工程 因为都是有机制 是看回它的更正行动是否是有效的 是这样的 其实讲究的检测也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说呢 是今次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 亦都是这个出问题的情况 其实我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如果你说时间是急赶的话 是要用一个特别是加快去进行检测 这个安排也应该做得到的 总之呢 一定是需要确保物料的质素 然后才进行工程 这个是一般我们一定要遵守的手质 其实我想在钢筋的检测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标准的过程 在香港提供这些检测服务的机构也是多的 所以如果你说时间上是需要安排特级的检测 在这个行业里面都是时常会发生 亦都可以做得到 我相信 所以为什么说呢 是跳过这个重要的程序 是绝不可以接受的 有没有一般来说 可以检测多多的港筋 需要多的时间 当然了 不同的物料 有不同的抽检方法 我在这里 也不可能 就是每一种物料 详细的测试的要求 时间都完全掌握得了 但是在建筑行业方面 其实这些都是相当标准的程序 所以为什么我说呢 今次的出错呢 我自己觉得都相当奇怪 亦都正因如此 是不可以接受的 你要为何要对它是指定的 就算是指定的 这些是不需要的 去控制的 而且 所以 对于阅亚的 这些重症 是指定的 所以 是 因为 和 其中的 公司 继续 会 直接 特意 carry out the need procedures for the remedial action and also have thorough investigation to prevent reoccurrence of such accidents or incidents. Thank you.